一早民眾如常搭捷運上班上學 不過前一天22號高雄捷運 歷經通車16年來最嚴重的故障 從試運到岡山站完全中斷停駛 歷經了12個小時的搶修 晚間9點才恢復全線正常運運 之前也早上上班有遇到過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昨天晚上就在更新新聞訊息 然後知道說有全線恢復通車 就怕前一天民眾苦等接駁車 一小時的狀況重演 高節提前備好15輛公車 班距約8分鐘一班載客 而這起故障是在22號早上8點59分開始 試運站到都會公園站 先出現三軌電力異常 10點25分宣布試運站到青浦站 營運中斷11點06分受影響的區域還擴大 試運站到岡山車站 全面停駛改踩公車接駁 前前後後影響了250班次 另外光是在試運站 就有4000名出站旅客的行程受到影響 單軌固定處脫落 並與列車極電靴有撞擊痕跡 以完成極電靴更換檢修 第一時間一度傳出故障是因為大雨引起 不過高捷出判是三軌的高度 跟第一部事故列車極電靴產生干涉 造成毀損之後再擴及共九部列車 而所謂的第三軌供電系統 就是一種軌道車輛的供電方式 在列車行走的兩條路軌之外 再加上一條導電軌 列車上也裝有極電的裝置 用來接觸導電軌滑行 未來高捷除了會加強巡檢的頻率之外 也會分析如果碰上類似的情形的時候 該如何提前示警 全面性的來做巡檢 應變的疏散的措施 再做檢討 高捷部分停止12個小時 造成民眾週末行程大亂 應變接駁也不夠周全 市長陳其邁要求全面檢討 避免故障再度重演 近新聞楊樹 陳先生 財富某董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